在澎湖唯一的酒店自助餐吃到飽 我們找花900多元就可以享用 鮮牛海鮮 有誠意的啤酒 還有黑鮪魚自油 我們來看澎湖這種體驗真的太爽了啊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們現在來到澎湖這裡了啦 然後在我們身旁的這家是澎湖 湖澎喜來燈酒店 你各位啊 你們還記得我們上次在台北吃到喜來燈 他十足表現讓人 奈以忘懷嗎 只不過我們今天來到澎湖這邊吃他自助餐 一餐要價900多元 我是還蠻期待說在澎湖這個地方 能吃到自助餐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啦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去體驗看看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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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我們剛剛入場之前啦 他們現場人員就幫我們和銷我們今天買的優惠券了啦 好 謝謝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買這個優惠券所以今天用餐費用不用一千元 九百多元就解決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請給我一份 請給我一份 謝謝 嗯 請給我五片黑鮪魚 然後鮭魚 鮭魚 鮭魚 烏肺魚 還有魚卵各兩份 謝謝 可以 好 那ō 高波波 哦 可以 我们先拿第一回合的料理回来了 只不过我是觉得 我们先吃一口它的炉烤牛排看看 不然上次我们在喜来的那一次 有观众之一我们都把它们的肉放到凉了 所以肉质吃起来才没那么好吃 我们趁它还有温度的时候先吃吃看吧 我们来吃吃看 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先用撒西米开开胃好了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生鱼片好朋友 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吧 我觉得说它这个哇沙比 跟我们之前在台北喜爱珍吃到的一模一样 是非常接地气的哇沙比 那我们先从西鱼吃起来 它这个生鱼片吃起来也是新鲜的 而且口感绵密的 表现跟上次吃那餐 1600差不多耶 贝类的生鱼片 贝类的生鱼片 总共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搅橡皮筋的感觉 但它的味道是鲜甜的 我觉得这样反差感还蛮大的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它竟然有黑鲑鱼耶 虽然说今天这个黑鲑鱼部位 不是我们平常喜欢吃到的金山椒 可是我是觉得今天900多元 它吃起来是新鲜 而且口感绵密的状态下 我就觉得很OK了啦 那我们在吃剩一片大魔王之前 我们先用萝卜丝洗洗嘴巴 来吧 鲑鱼 我们吃这种鲑鱼就是要在咀嚼的时候 去享受它的油 键满我们的牙齿跟舌头的感觉 很舒服耶 迷信 淡菜 新鲜的淡菜它本身就很好吃 但是它配上他们调制的泰式酸辣酱 酸酸甜甜的风味 配上淡菜鲜甜 我很喜欢耶 不行了不行了 那我们来调制一下我们刚刚拿的可热辣吧 那我们用这一杯美好金黄色 敬你们啊 花蟹 还有说今天餐厅不错的地方是 它竟然也附这种吃蟹神器耶 欸 我觉得它在贴心举动非常的加分啊 它因为我们不好吃 要吃蟹的地方 熟的地方 心里面不错的地方 要吃的地方 这些人来说 香蟹 香蟹 它這應該是他們大廚自己煮出來擺蝦的啦 就是會有一種自己烹調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比那種中央餐廚做出來手動擺蝦來說 它多了一種自己烹調出來的香氣 要有鮮甜味啊 就是好吃啊 接下來輪到蒜炒白蝦了 它這個白蝦吃起來不只新鮮之外 它還有把它蒜頭味到炒到蝦子裡面 誒我覺得這個手藝很好誒 還要說今天來到澎湖啊 我們吃個澎湖的在地風味菜 OK吧 它這個滷肉跟我們上次在台北一起 已經吃到了澎湖風味菜 它的味道跟口感 完全一模一樣耶 就吃起來有一種乾乾彩彩的口感 但是它的味道是香甜的 那我們這個可樂納 敬你們啦 然後我們繼續吃乳烤牛排吧 我們繼續吃乳烤牛排吧 那我們繼續吃乳烤牛排吧 口感都是一模一樣的 滿滿的額外 OMG 所以說我們剛吃那些 蚵仔那口非常的鮮甜 可是我們咀嚼過後 隨著拌出來 它那種半生不熟的味道 雖然很多人喜歡這樣吃 很多人喜歡這個味道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你們跟我有一樣感覺的 潛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不過沒關係啦 這裡面還有魚丸跟蛤蜊 它現場有酸菜魚啦 算說這魚肉吃的也是新鮮的 只不過怎麼感覺 好像沒有什麼調味道的感覺 還有上次我們在台北吃到澎湖小卷 就感覺非常小隻小隻的 可是我們應該是挫敗它了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澎湖這邊 它所提供的澎湖小卷也是 甚至說還有比它更小隻 不過OK啦 因為畢竟這種兩斤半的泡館 也不會沒事出現這種 900多元的吃到飽餐廳吧 還是說它這個是 Gabua 我們好像有被整到滋味了 它這個是素食的Gabua 我們能在這種大魚大肉之中 吃到這種蒟蒻製品 也是一種 健康的綜合劑吧 帆利貝 那接下來我們來喝一點 日本清酒 我還是第一次在吃到飽餐廳 可以喝到月桂冠 我覺得今天這個900塊 似乎 還蠻不錯的 我們上次在台北吃到那1600是怎麼回事啊 奇怪了 今天來到這邊我們竟然可以喝到火跳牆耶 算說它表現不像過年年菜火跳牆那麼的濃郁 可是我是覺得說它的味道非常的到位啊 嗯 不過OK啦 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所有的料理了 我們再去拿下一回合的料理 回來吃吧 你好請給我鮪魚還有魚卵各食片 謝謝啦 我喝一份牛肉湯 來 我會這樣水潤耶 我會這樣水潤耶 这一回合我虽然说看起来 好像没有拿什么东西对不对 可是啊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它可以让我们体验到黑鱼自由 还有 Corona啤酒的自由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过分的 我们希望这个Corona 敬你们啊 我們先從這個鎮內吃去青春的炸蝦吃起來吧 新鮮的白蝦搭配上酥脆的外皮 但是它的外皮給我感覺是我們家常的味道 我覺得能在外地吃到家常的味道其實感覺還蠻不錯的 好嫩喔 我覺得這海南雞腿出現正是時候了 它這個軟嫩的肉質配上他們道地的調味 真的比起上次吃到那1600真的是很難形容耶 來吧 黑鮪魚自有 我們一次吃四塊 我們來到澎湖這種體驗真的太爽了 但是這是熱的啊 除肉清爽 如肉湯 我是覺得說它的牛肉湯湯頭算不錯 可是它的牛肉給我感覺不是那麼的舒服啦 可惜了,這碗湯呢 蒜草白蝦 蜂蝦 鳳螺 軟鞋 我們來到澎湖 我們可以吃到新鮮的海鮮 就真的非常開心 Viso湯 我們剛剛喝其他湯都感覺還蠻不錯的 可是我們喝起來除了蔥花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OK啦各位 那我們吃完第二回合的東西啦 我們等等再去拿些什麼東西回來吃嗎 檸檬茶 蔥頭蛋糕 切絲餅 蘑菇蛋糕 比較糖菇 風味 很濃 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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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那我們這回合 因為他用餅時間我們剩不到40分鐘了 所以我們連鹹食還有甜點都一起拿了啦 不過這就之前 我們先用這個corona 敬你們了 蒜農草蝦 蒜農草蝦 墳麥 顏頭 此類のkä味 焙火小卷 雖然說 澎湖小卷 它小歸小 可是其實它的鮮度 還是有得 呀 雖然說澎湖小卷 毫無 漫乾 他说我们离他的休息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我觉得我们去拿点冰淇淋来吃好了啦 OK啦各位那么这回合我们有冰淇淋还有蛋糕以及 我们先从冰淇淋吃起来啦 巧克力碎片 我们来到蛋糕的部分了 抹茶 希望这个柠檬塔会好一点的 抹茶 OK啦各位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东西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 好 好 腰瘦啊 我快點睡了 OK啊各位 我們現在在民宿這邊了啦 我們回到民宿之後東西放下啦 然後好像就失去意識了 直到我們半夜三四點起來後才發現 我們怎麼睡著了 不過OK啦 我們來說說我們昨晚吃福萌西萊登一刻熱的想法吧 我是覺得物超所值耶 真的不誇張 我們上次在台北 我們吃到1600那次 用餐時間頂多就三個小時 而且那次的體驗我真的覺得因為人超擁擠 他取餐動線安排的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要拿東西的時候都會集在一起排隊 只不過昨晚我們在澎湖這邊體驗我真的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他取餐動線他把它分得非常的散 所以讓大家並不會造成說有過多的排隊 也不會讓你花太多時間在等待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他們做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重點是昨晚用餐時間 三個半小時 雖然說三個小時對很多人來說真的是足夠 可是對我們可能喜歡慢慢品嘗 邊吃邊喝酒享受這個氣氛的人來說 多這個半個小時的感覺差很多耶 至於他昨晚餐點的用料 我們來到澎湖這裡 海鮮是新鮮的 OK吧 當然如果你是喜歡邊吃海鮮邊喝啤酒的人 你來這邊你會很開心的啦 但是我們昨晚光是喝的 Corona真的是喝到快翻過去了 喝到我們真的是回來就沒電了 而且正所謂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我們昨晚特地坐計程車前往用餐 甚至我們吃完飯坐了計程車回來 結果這兩趟的收費都是265元啦 只不過我們住的民宿位置是在唐邊村這邊啦 我覺得這個價格就給各位參考一下啦 但是說你來到澎湖這邊旅遊 最方便的當然就是你住在馬公司那邊 只不過那邊的民宿收費可能就會比較高啦 像我們住這邊可能一碗就是 一千多塊錢而已 尤其是說我們有租車的人啦 在遠距離都難不倒我們啦 只不過如果你問我說 今天要我們再花900多塊錢回來吃的話 我OK嗎 如果我們有在澎湖玩的話 當然OK啊 可是要我們專程來澎湖吃的話 真的就有點困難了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 或是超級感謝的功能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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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訂閱的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